Hello大家好 这里是《今天有新方线》 我是卡卡 我是卢士叶 最近呢 我考古了一部93年 居然已经将近30年的戏剧电影 它的主演就是 陈佩思和赵丽荣 他俩确实是我的春晚童年回忆 我也确实没有见过他俩同台竞技 对对对 对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 我就大饱了眼福 它的名字就叫做 孝子贤孙伺候着 确实完全不辜负我的期待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除了画质有点糟糕 其他都很棒 93年的片子要求也不要太高 对 这个电影呢 它就是热热闹闹的讲了一个 充满了乡土气息的故事 简单来说 就是推崇土葬的老一辈 他在经历了夹死风波 体验了一遍排场之后 他转身拥抱了火葬 那这个老一辈呢 就是由赵丽荣饰演的陈佩 陈佩斯呢就演他的儿子 名字叫做二小 陈二小 他呢是民政局专门管红白喜事的 推行火葬的这么一位工作人员 然后陈武的弟弟 也就是老旧 老旧不得了啊 他是土葬的坚实拥护者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土葬的私仪 这个私仪呢 就相当于是婚礼的私仪啊 是要收钱的 而且有各路的人脉 他还可以从中间上赚产家 所以陈佩斯饰演的陈二小 就和他的老旧 天然就形成了对立 就有了矛盾 这个喜剧就这样发展下来了 那我的推荐理由一 就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恶人 没有一个坏人 它不存在正邪之间的战斗 它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像是 我们身边的有些亲戚一样 有一些就是让你觉得 特别烦躁 拳头都硬了个小心思 对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自己的小心思 但就是这些小心思 就推动了这场假死风波 不得不走到最后 对 产生了这样一场荒诞的闹剧 那土葬重演人员 老旧武币多说了 他是做一次土葬赚一场钱的 他不只有终结费 他还有高利贷可以赚 那里面还有一个假死风波的元气 就是陈母 陈母这个人心思就更简单了 他其实单纯的就觉得说 土葬是传统 风光大当 是传统 所以就是他这样一个天真又单纯的老太太 就受到了老旧的蛊惑 老旧找了一个孙明先生 来跟他说 你必须要抢在重阳节之前 到阎王眼那儿去报到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你老公已经死了三十年了 在那边说不定已经找了狐狸精 所以老太太要去抢在自己的正宫位置 放无信 我比不上那个小狐狸精 我听完之后 我只觉得这老太太跟他老伴生前 婚姻生活应该还不错 因为我现在见到的老太太 就根据我对奶奶们的采访 就是奶奶们就是都不想要跟爷爷们合照 更别说追到地府去当正宫了 对 是呢 我接触到的老太太也差不多是这样 对吧 对吧 所以说我就觉得他应该过得很幸福吧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小心思 就是你都不觉得他坏 你也不觉得他让你恼火 反正你觉得这些小心思很可爱 尤其是还是由赵丽蓉饰演出来 是 本来赵奶奶人民群众基础就好 对 你就更觉得他真的就是你生活中旁边那些 非常慈祥可爱 young and simple 天真单纯的老太太 对 就是这样子 赵丽蓉叫他老舅他俩的小心思 以及还有一个传统 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呀 没有孝子出不了大病 就是说不管陈佩斯的姐姐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有钱 但是没有陈佩斯就出不了大病 这样一个土船头 就牢牢的绑住了陈佩斯 确实是糟粕 所以在这艘战船上面才能够继续的使下去 进行这场闹剧 然后我的推荐理由二 也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到这个主题 你就能够想象得到吗 很容易变成一个伪光正的主题 但是它全面没有一点说焦 没有跟你讲一点道理 我真的超喜欢 但是我跟你讲 我看完以后 就是有那种回味 余味的时候就觉得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想 你知道我最深刻 最直观的感想是什么吗 我现在满脑子都说 是不是我平常给你讲道理讲多了 所以你有很严重的逆翻心理 你遇上这种不讲道理的 哎呦你简直就是给他分都打破表了 就那种感觉 也不是 就是你真的你想象一下 现在这些 最近不是主旋律特别多吗 那主旋律特别多的剧 其实真的很容易跟你讲道理 它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主旋律剧 9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 大家希望推行火葬 就是说减少那种多层的浪费 还要减少那种土葬的用力 对吧 所以这其实也算是一个主旋律的电影 但它完全没有给我那种主旋律的感觉 没有一点伪光深的感觉 而且我在看完以后 我还有一个非常直观 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感想 就是你要当孝子 你要当大家眼里的孝子 那这是相当的花钱的 我同意 而且很多时候 就是你那些孝子贤孙 还是活在周围灵里的贫草里面 对对对 其实你看那个人世间老周家嘛 如果我是爸妈 我肯定觉得周炳坤好上天了 但是就是放在他们那个年代 他们永远对外宣传的还是周家 出的是周炳毅和周荣 很正常 好的 以上 这就完了 你不是有很多很多感受吗 我就说了呀 最直观的感受啊 我还要说感受吗 说那么多感受干啥呀 我还挺好奇的 你多说一个吧 就是你第二直观的感受 第二直观的感受吗 就是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 我真的没有料到 葬礼要花这么多钱 我也没有想过 一个土葬的司仪 竟然可以借高利贷 对 就是因为他花的钱太多了 而大家没有那么多钱 导致了必须得要上他借高利贷 才能把这个事情给继续办下去 因为你已经办到一半了 你不可能说草草的收场 我确实推荐大家去看是为什么呢 里面大家确实可以看到 谈通土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把所有的院落全部拆了 然后要办流水席 就这些都很花钱 就相当于现代的一个论坛吧 基本上 吹拉坛上 吃喝拉撒都得要上 对 有好几天呢 我看完那个 我就知道了 确实是存在 因为一次仗礼而反评的 对 所以呢 就再一次推荐大家 去看这部喜剧电影 赵立荣和陈沛士 真的值得 而且里面还有好多小溪谷 老溪谷 老溪谷了 比如说 老溪谷年轻的时候 比如说 丁大宏丁佳丽 就这一众演员 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 其实他不知道丁佳丽是谁 是我告诉他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爱你们哟